因为每个地方都需要人 天上也要有天人 那天人一定要人间的人修他的法 修他的法 然后念他神的名字 然后想去到他那个地方 那么就是有同行同愿 他一定要这样 同行同愿 修同样的愿 要有这样的愿 然后要有这样的心愿 然后一起去到 死了之后就去到他那个地方 那边的天人才有 不然那边天人 你只有下来的人 没有上去的人 那天上就没有人 阿安经里面也讲到这样 道立天有一次 天人越来越少 所以为什么天人越少 因为人间现在都不修死善 没有生到道立天的人 他就会派很多天使下来 到人间 道士大家要修死善 要孝众父母 要诚实不屈 要怎样怎样 然后你就修他的法 然后他现象给你拜 给你一点感应 那你就哇 你就开始拜 你就会听他的话 然后开始修 修善修善 死了就升到他天上去 那宗教就是这么来的 那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修 那佛法里面当然 很多人修这个升天的法 其实人都有错误 就是只是拜 只是拜 没有那个厌 所以佛陀后来会告诉他们 你真的要升天 不只是这样 不能只是这样 比如说你念个什么咒 然后你只是吃他的名 然后你就可以升天 没有没有 你要有相应的厌 那个只是怨 没有那个趋向 就是说你未来希望能够这样 那么你现在要有那个相应的业 要有相应的业 你没有相应的业 你只有那个心 那不行 但是你有相应的业 你没有那个心 也不行 所以告诉你要有那个心 但是你相信 你要有相应的业 你要修他的法 他要实善法 那偏向你 比如说你要升色界天 你要有定 没有定生不了 你到了犯天 他要犯的行为 犯的行为 第一个要有很大的慈悲心 叫做博安 那你没有很大的慈悲心 你有办法 第二个你要有很大的善业 不只是慈心要广大 那么善业还要非常的多 那么不然你也生不到犯天 第三个稍微要有定 因为出场 你没有定你生不了色界天 那么定一定要李武裕 所以你看那个圣经里面也有讲到 这个富翁要进这个上帝的地方 比骆驼穿真还难 因为富翁就放重武裕 他没办法去 这武裕是一座山障碍住 所以基本上他变成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有相应的预言 主要是这样 但是这些宗教从佛陀来看 他是短暂的获得苦的休息 但没有办法一直都在这样的好处 就算是天王 大方天王也会换人座 我告诉你 上帝都会换人座 时间到他也有生死 他还在生死里面 他还在生死里面 所以只是比较长 只是比较长 所以基本上 那么佛陀 告诉大家 如果 就是说不要只是满足于现况的满足 跟未来的幸福 那么 而是要追求生命的圆满解脱 其实是这样 那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们 净土法门 他是燕离缩某星球极乐 比如说他是这样 星球极乐 通常 这个是国土世间 这个是国土世间 这个都是国土世间 只是一个是 一个是净土 一个是汇土 这个是国土世间 但是国土世间 这个是净土 这个是汇土而已 但是我们来说这个净 怎么样净 那么都是国土世间 他这个国土世间是果报 他是果报 但是果报从哪里来 从阴南 这个都是果报 这个都是果报 只是一个染一个净 果果必然从阴南 那阴是什么 阴就是这里 我们说三种世间 三种世间 五蜴事间 有情世间 跟国土世间 这个有情世间 三界六道 我们是人 这个人的正报 是五蜴 人的一报 是这个娑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人的世间 是娑婆 娑婆世界里面 我们叫做南沿浮体州 南沿浮体 那么或是南沿浮体 那么 南沿浮体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我们叫做南沿浮体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以佛法来讲 那有可能当沿浮体是指印度 那不管 就是说 他指的就是我们住的这个世间 那这个世间是堪忍的世间 但是他是由共业 这个是人 一群人共业 同行共业 共业所成的 那这个是个人的五蜴身心 他也是人的果报 但是五蜴身心 可能跟他长得不一样 那么这一些 他真的 那么他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个都是果报 那有情你成为人 也是一种果报 也是一种果报 所以他是从哪里来的 缘起就讲这个东西 就是你从你做人的时候 你造作这个业 你造作这个业 世明色六路促寿 就从这一些 刚才我们讲 无名跟贪爱 就这样交织而形成的 所以你真正要怨离的 你这个说 你不能说 我不去那个地方 就不去那个地方 不行 你造了那个业 你造了那个业 你就必须要受这个报 除非那个业不成熟 你另外的业成熟 你有那个业 你就不得不受那个报 所以你要不受这个报 你必须要没有那个业 没有那个业 你有那个烦恼 你就很容易造那个业 所以你要不造那个业 你必须没有那个烦恼 那么你没有智慧 你就容易起烦恼 所以你必须要有智慧 要了解 你才能够不起烦恼 所以 从这个 根本上讲 你要怨离娑婆 你要 这个是娑婆 你这个是果 这个是苦果 五恶五痛五骚 你要怨离这个苦果 那你必须要怨离什么 苦业 怨离烦恼 那你要怨离烦恼 你必须要怨离什么 怨离烦恼 那怨离烦恼 你为什么会起烦恼 烦恼的总原因 原因就是无名跟贪爱 那么 从贪爱来说 你要怨离贪爱 贪爱断 贪爱是从无名来的 那么无名一定会起贪爱 但是一提两面 贪爱断 贪爱断 必须是 也是你了解 所以正观嘛 正观 你要有正确的观念 要有正当的行为 那么这样你才能够断贪爱 但是你要先离 离这个贪爱 你一方面说要离这个说佛 但是一方面又生贪爱 那你离不了说佛 因为果离不了嘛 所以他必须从因下手 这个才是根本因啊 那佛法有时候从无名讲 有时候从贪爱讲 那不管成无名讲 贪爱讲都可以 所以 所以离无名者 离无名者会解脱 离贪爱者心解脱 就讲这个啊 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这样 你这个爱没有细扶住 没有细扶住 你就没有障碍 这个时候 你一方面 从正观去去掉这个贪爱 那么又从去掉贪爱 让你的正观 让你的智慧更加的清楚 因为他那个细扶住 你就不容易 就是你就不容易得到正观 那么你的正观就起不了 你的智慧起不了力量 因为有贪爱 系不住 那么你去不了贪爱 也因为你的 你的这个无名 就是你的执着太深 所以从 有时候从无名下手 就是观无印身心 那有时候从贪爱下手 就是少益知足 那么从我见我爱都可以 那基本上 我见我爱都在跟城市相对的境界里面产生的 所以你看 极乐世界的话 你心求极乐 其实是心求极乐 就近的快乐 我们说过 遇乐 遇乐 定乐 限制乐 来自乐 就近乐 就近乐 极乐是什么 解脱 灭盘是极乐 那么你必须要厌离缩博 缩博是什么 缩博基本上就是五二五张 其实就是五欲 五欲懒卓的 爱懒的 世间 那么要从因下手 不是从果下手 那我每一个人都厌离地狱 没有人爱乐地狱的 但是为什么你厌离地狱 你还是会堕地狱 没有人爱乐地狱的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堕地狱 他只是厌离地狱 他没有厌离地狱的因 因成熟 果就会成熟 就是你有那个有因有缘世间级 有因有缘地狱形成了 有因有缘地狱消失了 有因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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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土形成 有因有缘 国土消失 就像你在这边行植山 你人还没去 你天上的宫殿已经形成了 那等到你人受命近的时候 你就直接升到天上宫殿去 那你的心越来越大 你的宫殿自己会变大 那你的心又缩小了 做了善事后悔了 那你的宫殿又缩小 那你又做了二月 那宫殿又消失了 你就在人间 那第一也是一样 那你现在造第一的月 第一的那个 第一的那个 刀山油锅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基本上都是这样 它已经形成 那稍微你一剩下去你就去 那你要厌离 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厌 相应的厌 那这个是阿兰经里面常讲的 所以你喜探经你就心解脱 那基本上从爱乐下手 它这个一方面从正见 你要所有的修行 不离开观照五印的身心 那么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起过度的烦恼 不跟烦恼相应 都从这里下手 如果你没有 你祈求哪一尊佛 哪一个菩萨 哪一个咒语 哪一个什么 哪一个什么仪鬼行事 就可以让你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必须 所有的功德都从内心 不是从外来的 心外求保 它是从内心 所有的功德都是以内心而涌现 从地涌出 从你的心地涌出的 不是从外灌入的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佛法很强调的一个观念 如果没有 那么你一直跟 跟这个 你的观念一直不正确 就是无名所赋 那么你就会产生一种现象 包括你追求功德 追求最殊胜的功德 追求最大的功德 那么 从错误的观念 觉得 我就 我就 特别用功 然后佛陀就会特别加倍我 然后我哭得越大声 那观音菩萨 就会悲领我 那么 我就是你在这一部分这样想的时候 那么其实是没有办法跟 跟这个法相应的 那么很多都是徒劳无功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 所谓的进化 所以他这里是在讲这个道理 他没有讲那么详细 但是我跟你讲详细一点 所以他这里说 是进化人性而达到正觉解脱的 那怎么进化 刚才我们讲很多 那么并不是说那怎么样进化 其实就从这个地方 从观念上 从行为上 正觉原起法而解脱的 这个就是原起法 他知道我们都在哪里 哪里起烦恼 都在罚你造业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 苦从哪里来 要怎么消除 要从因上消除 就好像说 一般我们是这样 我们负责造业 然后受苦的时候 菩萨负责帮我们离苦 没有不可能这样 诸佛菩萨帮我们离苦 只要我们常常买香供养他 买水果供养他 买花供养他 偶尔念着他的名字 我们负责造业 他负责帮我们离苦 没有这种事 这种不是佛法来的 就是说 你要从你造业的当下 就好像你要厌理说佛 心求极乐 你要心求极乐 极乐是个果 你要知道他因从哪里来 你说那我就归依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会带我到极乐世界 享受福报 不可能 佛法的缘起没有这样讲 那么你必须要有相应的业 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那什么是善根福德因缘 善根是什么 善根是解脱善根 无贪无吃是三善根 那不然讲五根 信尽念定会 那么这些是善根 那你有吗 你没有善根 那没有福德吗 那你只有因缘而已 那这个因缘不足以成 不足以成你成就进土的因 你只有那个心 没有那个行 行跟心不相应 那哪里有办法 你说你要考医学院 要救度一切众生 结果天天都在打电动玩具 那你考得上吗 那你有可能吗 那不可能吗 空悦 这个不是的 所以一般人没有了解到这个道理 那么有一部分的人 那么富含 就是富含崇高的理想 那么他对现实可以忍耐 也可以不计较 但他只是为了追求未来的超通 更好 就离开现实 但是你未来的好 你不是离开这个现实 因为你未来的果 是从现在的因而有的 那么你不从现在的五印身心去创造未来 你只是在那边 就是求着神仙帮忙 求着诸佛菩萨加持 那么你不从现实的五印身心去观照 那么去造善业 去造解脱之业 去造解脱的善根 那你只是 那么忍 就是你 你离去一切享受 忍受一切寂寞 忍受一切痛苦 然后就希望获得 诸佛菩萨或是神仙天人 这样的一个怜悯 这样的一个加持 那这个其实就是离开现实 那么怎么样 或者去引顿 其实就是 印度有很多也是这样的 西方也有 引识者修行的 那么或者寄托在未来他方 其实就讲这个 崇高的超脱平淡的现实 那你希望未来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想得非常美满 那不满于现实 那但是 你要知道未来 未来的果是由现在的因而有的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才成就你未来 所享受的一切 所拥有的一切 那但是你如果没有未来 没有趋向解脱的愿 没有崇高的理想 那你只着重在现实的享受 就是这有两部分 一部分只着重在现实的享受 这个是世间的一般人 我尽量赚得更多的钱 拥有更大的权利 才让我有更丰富的享受 更圆满的幸福 这是一般的人 只追求现实的享受 福乐 那有一部分的人 那么有崇高的理想 他不太追求这一次的享受 但是他对于他未来崇高的这些理想 他没有正确的方法 离开现实 离开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那么要去指示 祈求 那么期望 那么就 这一生过了 我就可以到天国去了 就可以有无尽的享受 只要我服侍神 然后信奉神 那么意念神 那么我就可以到神的国度去 很多修净土的人 也跟这样的观念一样 这样的观念是错的 那他是忽略掉 忽略到现实 其实他是 一切都是一夜来的 一切都是一夜来的 即使极乐世界也不能离开 夜暴元起的法则 也没有办法离开 你说我是阿弥陀佛 无量光无量寿 那么修我的法门 不用超脱元起法则 超脱夜暴理则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元起是法信法处法界 有佛没有佛 他都是这样的 那就不会改变的 一般我们说 上帝也不能改变 1加1等2 你说我是上帝 世界是我创造的 从今以后1加1等3 你不能这样讲 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一切都是一夜 那一夜是哪里 由心来 那你懶悟的心 不懶悟的心 清静的心 所以众生清静 所以国土清静 心清静 所以众生清静 所以讲 其实这个就是要讲夜暴理则 心静国土静 那国土是由很多的众生形成的 共业所感的 国土是共业所感的 那么共业所感的 国土的这些 来这个净土的 所有众生的心都是清静的 那清静的心是什么心 就是没有无名贪爱的心 或是少无名贪爱的心 这样才是净化 好 所以他讲 那么有净化的心 有净化的众生 才有净化的国土啊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 那 大部分的人 从高的超脱 平淡的现实 不能和谐和一 确实是人间的痛事 所以后来又有 所以所谓的 又有这一部分 好像说 比如说要是净土 你以后人间又可以享受武力 你不用抛弃人间的武力 那你死的时候 又可以到佛国净土 也是一个方便说 那一般你说 你要到极乐世界去 还要抛弃武力 但是有些人也没有了 你要抛弃现实的武力 那么 才能够一般崇高的理想是 你抛弃现实的武力 享受 那么 可以到未来 可以得到更丰富的武力 享受 那 或是你享受现在的武力 那么你就不能够有未来的 升天啊 这些 这些 这些福乐 那有的就把它结合起来了 你可以拥有现实的武力 享受现实的武力 未来又可以享受 这个佛国净土 或是天上的武力 那 人都是 就是 希望 那么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是佛法来讲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不是享受 你受用 但是你不懒着 佛陀人家给他吃好的 他也吃好的 他不能说 他没有说 我不吃好的 你把那个烂的拿来给我吃 啊 没有 人家金驴衣共感他 他当然没有穿 他也瘦 他给他们说 就是说 他有什么吃什么 他有什么 当然他也有限制 你拿一点花花的衣服给他穿 他也不穿 因为他那个太太太 他跟出家修行沙门的这种 这种形象 或是太懒着 也会给人家误会 他就不穿 但是其他的话 你吃的住的用的 他都是随眼受用 他也不懒着 就是你给他吃好的 这个国王 波斯密王 品博搜罗王 莫利夫人 这些供养佛陀 都是供养最好的 可是佛陀也受用 但是他不会吃多 他吃了也 当下也不会懒着 那么吃完了也不会需求 哎呀 这个好吃哦 你什么时候再给我吃啊 就希望 在等待 希望他那个 波斯密王再送多一点来 他不会这样讲 他吃就是吃而已 他用就是用而已 那 这个 他对五欲他不懒着 但是他并不是不受用 他也不追求 也不贪恋 已经用过了贪恋 是希望能够再有 没有的希望 可以送过来 那正在享受的时候 那么执着 他不会有这种东西 那我们当然也是这样训练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像佛这样 但是你要向佛学习 学习就是我们尽量跟佛学 学到他对这个世间不懒着 当你对这个世间的五欲不懒着的时候 那个之后 就可以叫做厌礼说佛 其实是这样 这个才是真正的厌礼说佛 而不是说这个世间太苦了 太烂了 我要赶快离开 我不要在这个世间 那个是证悟的心 有爱有证 有爱有证 他就是懒目 而是对面对这个世间平和的心 没有爱证 没有爱证 充满着怜悯 那 基本上是这样的 充满着智慧的看着这个世界 充满着怜悯的看着这个众生 要有这样的心 好 所以他这里讲 到世尊及人成佛 就是你可以做人 那么你也可以成佛 就人来成佛 不是人死了后升天 不是这样 不是人死了之后 那么你抛弃做人的这样的一些事 然后等待着未来死后升天 很多人是这样的 那么你现在应该做的事你不做 你就天天有那些宗教仪式 然后你就怎么样 等待死后天神来接我上去 那这样 其实你要升天还是要有13月 那你要升净毒还要有禁业 要有禁业 那什么是禁业呢 乌鲁雅草经讲 我们说过嘛 就有四孔 一个叫发补迪心 然后当然 华鲁雅草经讲 禁业三福 那也是 就发补迪心 发补迪心修诸功德 那还要修诸功德 那一向专念 回向外院 他要 但是这个就是意愿 但是你最重要要修出功德 你没有那个业 你没有那个业 那修出功德 这个 慈性不杀 修实善业 孝顺父母奉仕师长 慈性不杀 修实善业 独冲大圣 劝进行者 那像这一些都是善根福德 就是福德因缘里面 那最重要要有善根 善根其实就是你要有进化的心 要有趋向解脱的心 要有进化烦恼的这样的能力 那这样才有办法 无贪无称无痴 那对佛法要有所谓的性敬念定位 要具足这一些 那你怎么样往生进土 不可能 因为你都没有敬业 没有敬业可以往生进土 那就破坏这个业报理者 那你说阿弥陀佛加持的 那释迦佛不能加持你吗 也可以啊 那佛佛平等啊 那阿弥陀佛可以做到释迦佛做不到的事吗 释迦佛做不到阿弥陀佛做得到的事吗 不可能啊 所以因为所有的佛都是圆满的 只是愿力不同而已 那么基本上释迦佛不会做不到阿弥陀佛做得到的事 阿弥陀佛也不会做得到释迦佛做不到的事 释迦佛做不到什么 定业的三不能嘛 他不能度近界众生 不能度无远的众生 那么已经要受报的众生 他也没办法改变的 他没有办法改变业报理者的 应该要受苦的 这定业不能转 他不能转要受业报的众生 应该要受报佛头业余 如果可以他会先转什么 转他的亲主 加比罗一果被流利网灭掉 他会转他们的业 他会转什么 转平伯苏罗网的业 让他不受这个业 没有办法 他一定会转提伯达多 虽然提伯达多这么恶劣 他也是他的堂兄弟啊 那也是他的徒弟啊 那么他应该会转他 那没办法 提伯达多自己善根断掉了 伯头就会咬他 唯一可以牵着绳子 又都断掉了 那没有办法把他 没有办法把他从业 如果他有这个善根 依这个善根 再真正争转善法 那么还有机会 那么他都不相信佛了 对佛法没有正确的理解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善根 没有善根 信尽定定位 第一个就是信 对佛法没有尽信 没有正信 充满迷信 这个就是善根 比较没有 有正信 那么就比较有善根 依着正信 根就是增长 生长 依着这个正信 能够怎么 能够起正见正思维 正理正月正命 其实是这样 然后正经经正念正定 依着正信 有正见正思维 那么依着正信 能够精进 正经经 然后有正念正定正位 那详细讲 就是有正见正思维 正理正业正命正念正定正经经 那简单讲 就是依着正信 信尽念定位 那么努力用功 那么正念正定 然后会有智慧 戒定位 其实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善根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佛性 是人性的进化究竟 所以你要先把你人性染污的这一部分 糊涂的这一部分 鱼吃的这一部分 要先去除掉 所以归于佛 要向佛学习 从此过学物的生活 不要迷迷糊糊糊过生活 归于法 要依佛所做的法修行 依法修行 从此过智慧的生活 不要无理糊涂的过生活 糊糊涂的过生活 然后归于生 要以身合合 就是要同行同愿 跟佛弟子一样 都是少义知足 都是亲近 礼遇亲近 归于生 以身合合 就是要同行同愿 归于生 以身合合 从此过亲近的生活 不再烦烦恼恼过生活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归于生保的真正 真正要做的 这样才有办法 这样才有办法 成就法身 其实是这样 所以人人 可以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 每一个人都可以 吉人成佛 其实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人 受了一些末法思想的影响 就会觉得不要说成佛 连解脱都不可能 那现在又讲到 不要说解脱 连往生都很难 那其实这个是 我们叫做 你不要自己贬损自己 一个人可以做人 可以学习佛法 这个是非常殊胜 那么佛法来讲 意念圣 犯人圣 勤勇圣 那么你应该要 不要妄自菲薄 不要妄自菲薄 那么不要自我诅咒 这样 这样你会让你失去信心 而且佛法也不是这么讲的 佛法是缘起的 看你的心 你的业 你的缘 而不是看 你在什么时代 在什么地方 你过了两千年 没办法 两千年后的水 不能解渴 两千年前的法水 一喝就解渴 两千年后的水越喝越渴 没有这样 水就是水 法性法处法界 甘露就是甘露 它不会变质 佛法没有保存期限 照你这样讲 佛法的保存期限 是两千年 五百年后就末法 或是一千五百年后末法 佛法 佛陀 土提出要正正觉的时候 那么 保存期限一千五百年 没有保存期限 佛法没有保存期限 正法就是正法 它一直是这样 必然是这样 那么 普遍是这样 它不会因为 你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 你在不同的时间点 它就产生变化 真理是不会变化的 那么 你有八正道 你就能解脱 你没有八正道 你就不能得解脱 那你说 末法不用八正道 就可以得解脱 就可以到清静的国土去 这个也不对 那你说 在末法一八正道 修行也不能得解脱 所以以前 说有末法的时候 说有末法 这个时代是末法 唐朝的时候就说末法 有三阶教 就强调现在修行就不能解脱了 要依这个方法才能解脱 没有 这种观念都错误了 佛法什么叫做末法 然后后面有讲 那么真正的末法就是 你没有依照佛法去修行 你都没有照佛法的根本 你都是照那个枝末 那当然就是末法 你抓的都是那个枝末的部分 形式啊 仪式啊 那这个当然是叫做末法 末法是你造成的 不是佛法本身 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就会有末法 大比佛杀论师就讲了 佛法又不是墙壁 那么50年后就会衰败 就会脱落 没有这种事 他不是有违法 正法不是有违法 他不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脱落 不会 没有保存期限 所以我们了解 所以大家应该要知道 那么依着正法努力的趋向结构 趋向成佛 发更大的心 那么成佛是建立在解脱的上面 并不是说我不用解脱 我就要成佛 不是这样观念也错 我不求解脱 我求成佛 不是 成佛是不求 不只求自己的解脱 不是不求解脱 这个在余杰之律里已经澄清过了 菩萨界里面已经说过 所以说成佛不是不求解脱 而是不但不只求自己的解脱 是这样 这个是菩提心的 所以菩萨界里面是这样 方便到度众生 庄严国土成者众生 在菩萨道之后 菩萨道是你已经见证法了 你已经决定可以得解脱了 那你不入虐牌 只是这样 并不是不求解脱 这个一定要知道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所以吉人成佛 达到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那表示说我们也可以成佛道 好 好